从今天开始,我们系列开始讲我个人的人生历程 说这个话还早,不过我们讲到目前为止 不是什么专记,因为还没出名,也不是名人 更不是传奇,不是伟人 接着目前,我们自我反省 讲这些自然有它的道理,人生说 都就我现在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因果 从这辈子来说,因为以前呢,我们在这 也很多不清楚,也更讲不清楚 所以我们以自己为鉴 怎么样更好地过好以后 以及这个向道之心 是怎么 速交而成的 如果再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 那你会 更好 当然也有的地方是可圈可点的 给大家作为一个正面和反面的教材 先生说法 1988年的一个夏天 晚上 那具体八字我就不报了 出声 刚生前来的时候呢 六斤八两 也不轻 在那个年代 说小孩子 尤其男孩 是讲越重越好 还过得去 那个时候 就也没什么记忆 我们简而略知 在周岁的时候 拍过流影 只能从照片里寻找从前 也想不起来 想起来也是后来 天人之相 这个绝对没有夸 是事实对比 我们小的时候 跟其他小孩拿在一起 天天饱满地隔方圆 整个 要比现在 这副德相 好得多 那怎么样造 变成这样了 玩玩再说 那个时候 当然 还有一个小缺 就是耳朵这个地方 其实小的时候 剩下了耳朵 感觉比现在都大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一步一步的 但是这个形状呢 唯独两耳 也不是 很对称 就像现在一样 最主要是这 一个小 肉和 多余缺的地方 就应了两到三岁的 这个灾 我们学这个项面 要知道 前面 其实讲过这个故事 撞到小鬼 撞到小鬼 刚好就是 奶奶 带我去挖野菜 在坟头 出了这么个事 刚好那天又赶上 叔叔婶婶结婚 我说了 其实我们家 姓李 李家 每进来新人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 不好的事情 可见我们家族还是 这个供业 指的是不好方便的业 业量还是比较重 从没有太好的缘分 我们往好里说 就不太合吧 那么 在这之后 其实 一直大概到了 四五岁 在这之前 如果有记忆 也是 比如说 挨了一巴掌 就不说是谁了 肯定小时候 也不懂事 你说的不听话 太怪他也没用 小时候主要看家长 长大 孩子才会慢慢的 那么 我们就下集